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志向学中 人们可以通过志的位置来判断自己的命运是坎坷还是富贵 但是很多人觉得脸上长志影响美观 便将志给点掉了 殊不知 在你点掉这些志中很有可能就象征着财运的好志 那么脸上哪些志是好志呢 眉心志 眉心志属于命宫位 此处的志能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福运和财运 若是将其点掉下半辈子便要吃苦了 鼻尖志 鼻子是财博工 象征着财运和地位 鼻尖上长志 则是招财纳运的象征 所以鼻尖有志的人事业兴旺 财运傲人 一生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眉中志 眉毛中长志的人大多男富女贵 事业有成 事业运势极盛 一路走来会有众多贵人扶持 而且桃花运也不错 二 滥用拟称 网络世界中每个人都是通过拟称与外界相连的 很多人觉得他只是一个代号 却用完全随心情 但其实既然作为你的代号 那么他与你之间是有联系的 因此尽量不要采取丧气的拟称 这样会破坏自身的风水气场 让你霉运不断 三 交友不慎 我们都知道近朱者吃近末者黑的道理 好朋友会陪你度过黑夜 帮你一起成长 他不会嘲笑你的认真努力 也不会为私立对你百般怂恿 更不会在紧要关头对你落井下石 很多人都吃过交友不慎的亏 他们的意念和行为 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决定 与损友相交 时间久了之后 会让我们迷失自己养成洛习 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命运 四 陷入口舌之症 口舌之症会消耗人自身的浮运气场 最让人厌恶和怀恥 它会破坏你的人际关系 将本来融洽和美的气氛 搞得乌烟瘴气 怨声载道 随后你的生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原本的好运势也会逐渐衰退 如何化解口舌之症 就当做你情商的考验吧 五 乱穿衣服 也有骷髅 老虎等衣服穿不得 现在特别是男女青年和儿童的衣服 都会在衣服背上印有各种人头 骷髅象或者鳄鱼 老虎 蛇等图案 大家想一想 整天背着这些凶个的动物图案 人的运气能好吗 这些图案所散发的气场 轻者会让人身体不好 工作不顺 重者还会造成伤残和伤病 记得有一个小伙子 为追求使满 她的衣服上印有人的骷髅头 当时我告诉她 这种衣服穿着不及 千万不要再传来 她的父母也反对 她穿这种不吉利的衣服 但她不听 后来她父母来电话说 她儿子被汽车撞死了 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衣服上 不是老虎 就是鳄鱼和蛇之类 孩子今天不是这里不舒服 就是那里不好 吃药也不见效果 受得像非洲难民的孩子 我对她夫妻说 不要穿这些鹤鱼老虎的衣服 孩子身体就会好 他们听了我的意见 孩子身体果然好嘞 有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梦遗 或者轨道精气的现象 却不知为何 其实这与他们穿的内裤有关 有些人买的内裤上 印有动物的图腾 到了晚上睡觉 就会有动物之魂腹 吸附在内裤的图腾上吸进气 所以内裤要避免出现图案 六 染头发 人头是山 头发是草木 一座山如果是山清水秀 必然钉才望 如果一座山上的草木都枯黄来 那说明这座山上没有生气 就会影响人的运气 不利于人们的居住 人的头发是人行为总指挥 未向山 一个人的头发黑黑的称之为秀 其人运气一定会好 但有的男女会赶时忙 追求个性 把好好的一头黑发染成黄 金黄 褐色 红色 这就像山上的草木枯黄了一样 会让人身体不好 运气不顺 甚至会出凶恶之势 特别是染红发者 更是凶多吉少 不是劳逸 就是凶灾 横火不断 有的人还和我争论说 有的外国人头发是黄色 金黄色 不都活得挺好吗 还有些明星演员不也是染发的吗 也没见他们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忘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都有一方之规 他们的国土必生黄发之人 养黄发之人故有力 我们国土生黑发之人 养黑发之人有力 但你违反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规 必然不利 而作为明星演员 你看也不是个个都染头发的吧 有些人染发也是短时间因为拍摄的需要 或是电影剧本的需要 其乱纹身 现在很流行纹身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之前见过一个青年 在身上纹了一只老虎与青龙在斗 他纹了约一个月后 因为打架致人伤残 国语有云 龙争虎斗 将龙虎纹在身上 且不招来争斗的气场 身上纹有动物图腾 容易招惹动物 邪魂附身 做猪怪并齐祸 还会影响引导人坠落畜生道 因为动物本来自畜生道 我听一位开过纹身店的人说 几年前 有一次遇两个女孩 在店里闻一朵小红花 在印堂上 不幸的是 这两个女孩刚闻好出门 没多久过马路 又被汽车撞死了 此后 这位朋友纹身店也不开来 转了行业 他跟我说 纹身这事很邪门 千万不要乱闻 其实这在面相上来分析 也是极有理的 人的印堂春蜜宫 古人观面相一说 印堂发黑 发红是倒霉的象征 他们哪里来的胆量 怎么可能在印堂上闻图腾呢 现在还有不少的青年人 把神像咒语一类的闻在身上 这也是相当不好的事情 像神咒语 这都是一些吉祥 而具有大威力的图案 在世间则应恭敬供奉 如自己的父母师长一般 应当内心尊重之 怎么可以这么无理的 把这些闻在身上呢 以前有一个年轻人 去国内有名的道观参拜 因为多年工作不顺 财运不好 感情婚姻也不顺 请教道观内大德法师 法师了解了他在脊背上 闻了一尊神像后 笑着说没办法来 你只有一条路出家吧 没人帮得了你 试想一下 你把神像闻在身上 神像整天跟着你 东游西逛不舒 你进厕所 神像也跟着你进厕所 你洗澡 清理身上不干净的时候 神像也陪着你 你叫了女朋友 和女朋友睡觉清热时候 神像也陪着你 你自己想想吧 你究竟想怎么样 神仙慈悲估计不会怪你 或是你自己说 不知者不为罪 但是你不要忘了 道门中诸多护法 可不比神仙这么慈悲 不敬神者 污兹神像者 那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而有一些代价 可能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八 懒惰成性 前面几点上 可以说是客观因素 但是懒惰 绝对是以自己的意志 为转意的 有人在看到自己运势的时候 就会萌生出 既然自己天命富贵 那便可以不用努力的想法了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危险的想法 就应该警醒自己了 因为就算你身成八字其家 命理特征大富大贵 也并不代表你不付出任何努力 就能平均顺心的度过一生了 人一旦有懒惰和依赖别人的思想 就容易走上歪门鞋道 结果可想而知 而好吃懒惰的人 一没有过硬的能力 二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发展前景 即便运势再好 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运势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平日注重自己良好的行为 习惯的培养 多与粮食亦友相处学习 保持自己奋发向上的拼搏势头 就能使自己的运势不被败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